电竞迷看过来 今年的台中电竞嘉年华 12月16号正式登场 一连举行了两天 分别在一中商圈还有桥光科大进行 除了有桌游体验 亲子竞赛以及趣味市集之外呢 还有电竞四强赛 让电竞体验 购物一次满足 感受放电城市美丽 一开阵吧 按下电动摇杆的启动钮 台中电竞嘉年华 放电城市 竞草崛起正式登场 一连两天分别在一中商圈 和桥光科大盛大举行 那今年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们在过往都结合在地的科技大学 那大专以及高中 我们过往的场地都在学校 那这次最不一样的 我们把场地拉到我们年轻人 最喜欢来到的一中商圈 电竞的设备 以及摊位都拉到我们商圈 无非就是希望 那跟我们在地的年轻人 跟我们市民可以做很好的互动 开心了我们电竞嘉年华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 回想当初炒创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办法吸引这么多的人来参与 但是在经过这几年当中 我们发现台中市的喜欢电竞的人口 其实非常的多 我们透过这样子在现地来举办这样的活动 可以让这些电竞的喜好者知道 台中市电竞嘉年华这个活动 也让他们知道说政府对于这样的活动 还有对各位喜欢电竞朋友 我们是非常支持的 用力会碰的一身体验拳击游戏 一中的水利大楼现场是人山人海 除了有经典的大型电玩街机游戏之外 还有趣味市集以及桌游体验等 让游戏美食购物一次满足 周末假期吃吃喝喝加倍的精彩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小朋友可以体验 就刚好经过 然后看到这边有活动就带小朋友进来 然后他们玩得还蛮开心的 可以免费 不用向外面花钱 然后有兴趣可以来玩 镜头再转到乔光科大 英雄联盟的线下赛 第一组的四强赛热闹开打 包含黎明企鹅 还有孙衣安全帽等队伍同场竞技 不少选手都表示 对于赛事很有信心 也有粉丝到场支持 替他们加油打气 我是自黎明企鹅队 没有我是只有就是这一场 线下赛才有来看这样 有信心吗 算有吧 因为之前还有前面的比赛 所以其实这几个月都有在练习 就我们有约到团店 就会一起练习这样子 但没有约到就是自主练习 借由嘉年华活动的办理 提供电竞学手们更多的交流平台 也让民众亲身体验 感受电子竞技的多元魅力 我都没有在新城市里 没问题 我都没有人家 给大家看